knot 旧 送你 你干啥呢?在这边 做白肉肉not 是吧 你看你醒这个酒 这是白葡萄酒 第一是 杯子不对 第二是 你不用醒这个酒 第三是 冰的河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人民网澳大利亚的特别节目 澳洲老外砍砍砍 我一切快乐啊 我是大头 大家好 干杯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就来聊一聊 到底澳洲有哪一些不能错过的景点 我跟这个温海玲应该还算是同龄人 差不多 咱们年轻人来澳洲 有什么可以满足年轻人可以干的 适合年轻人 一定要提的是白轮丸 白轮丸是一个很放松的海滩小镇 冲浪 屁滑艇 屁滑艇 就是一个人的 然后拿着一个奖 可以在白轮丸做这个 然后你一定会看到海豚 白轮丸是政府不允许 就是美国的快餐店开到哪 没有一个麦当劳 没有一个康德基 没有一个比赛 不允许快餐 快餐不健康 你能感觉到澳大利亚人 喜欢的生活在那边 当地人喜欢那个很放松的海滩生活 是 而且那个有很多美丽的欧洲 背包旅行 旅游美女 很帅哥 也许能找到你新的对象的那边 你也可以碰到明星 是吗 对明星 对明星 我有一个小故事 我一次跟老婆从环境海岸开到白轮杯 我们听我很喜欢的一个个性的歌 叫Jack Johnson 一边唱一边听他的歌 我听到那个停车场里面的 Jack Johnson就在那 这个美国夏威夷的大明星 快快叫叫 我说 我不能跟他合影吗 因为白轮杯是人去放松的地方 不要打扰明星的地方 问过去 哎呦我没合影 那他可能觉得也会来着放松 你还有这种 工作的这种感觉 对我们说下一个年龄层次 那中年人 就可能是 中年人 你可以到你的孩子到这来玩的 是 尤其是在黄金海岸 有电影世界 蒙上世界 还有那个海洋世界的三个景点 可以在黄金海岸玩一个星期 带孩子去他们爱玩的地方 我的叔叔 他们很喜欢坐房车 他们一般会卖房车 可能 呃 半年 在全澳洲 开 开车 就是 哇哦 老年人喜欢 活动 包括我妈妈去看 陪拉 还有花节嘛 他们年年会去看嘛 是 因为非常漂亮 我中国的妈妈过来的时候 会带她出去 豪宅嘛 他们又开了他们的花园嘛 让人进去了 因为老年人很喜欢 想看的是天员生活 有美丽的天员 森林散步的 然后看火爱院嘛 大头我以前在看陪拉 在一个酒店工作 有这个花的展览的时候 我们全的酒店的客人 都是老年人 哈哈 都是老 这么喜欢 都是这些很可爱的老太太 然后我就问他们 你们今天去佛罗里亚 我给他们地图 你先去这里 然后你去这里 这个很棒 这个很棒 你会喜欢这里 但是我 我个人没去过 我们来悉尼 我就说 最大的 中国人最知道的一个景点 就是 悉尼格局园 还有悉尼港口 悉尼格局园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一个楼 三十年我开过悉尼港口 看到格局园了 每次都要那个回头看 因为我是做导游 所以我知道 他们的预算的故事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他们原来的预算是 七百万 奥币 然后他们后来 都花了多少钱吗 一亿七百万 那接下来更多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思维还会在 之后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呈现更多有趣的 关于这个小长假的故事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大家再见 OK 碰个杯 拜拜 拜拜 拜拜